我是环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卡 美国在阿富汗29日发动的反恐攻击被爆造成9名平民死亡 而此前26日机场自杀式爆炸 导致13名美军和约170名阿富汗人死亡也爆出惊人情结 其中很多阿富汗人是被美军士兵开枪射杀的 29日美军宣称的对IS人员的无人机攻击实施的非常仓促 行动呢刚一结束 美军就宣称炸死了一辆车上的两名IS人员 并且呢引爆了车上的爆炸物 行动很成功没有平民伤亡 美军的这些宣布完全是宣传 迎合了美国舆论对26日机场恐袭实施报复的情绪 而实际上呢被击毁的那辆车里到底永无恐怖分子 迄今没有第三方的消息加以验证 目前第三方提供的消息就是 现场有9名平民包括6名儿童被炸死了 其中最小的遇难女孩只有2岁 她们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 美国舆论也这样爆了 美方如果对这次攻击自始至终实施了情报跟踪 那么他们不可能对所谓的物诈情况一无所知 他们或者严重隐瞒了自己知道的情况 或者呢从头到尾都是在编故事 还有卡布尔机场的美军对当地人群实施了射杀 美军也应当非常清楚 但他们呢一直在隐瞒相关信息 直到当地报道的死亡人数越来越多 与一次自杀式袭击爆炸 所能造成的死亡人数严重对不上号了 因为呢一个炸弹袭击 怎么可能炸死将近200人 而且呢当地很多死亡者家属和目击者 站出来控诉是美军的射杀 导致了大量伤亡真相才逐渐揭开 客观说啊 卡布尔机场的美军在突遭恐袭后陷入慌乱 看谁呢都像恐怖分子乱开枪导致平民伤亡 有一定的现场原因 然而呢美军他至少得讲真话呀 要为防止因为混乱场景下美军心理脆弱而滥杀无辜 做出最大努力 但这样的态度和努力显然都缺位了 美军在为了自己的安全而不顾当地人的严重风险 并且呢美军的命令就让人怀疑有宁肯凑杀一千 也不放过一个恐袭者的那样的倾向 围绕报复IS的无人机攻击 美军也显然隐瞒了实情 定点清楚 除了呢要有无人机实施行动 最关键的还在于地面情报支持 要能够对恐怖分子的所在位置 以及目标的移动提供精准信息 而美军在阿富汗的情报体系已经大部分垮掉了 其无人机对目标的捕捉 很容易似是而非 甚至呢完全识别错误 美军需要正视这一现实 把他们目前在阿富汗的反恐无力 真实的告诉美国公众 上述两起对平民的所谓误杀 堪称呢 是美军在阿富汗乃至在大中东地区 大部分军事行动的缩影 难怪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曾蛮横的拒绝海牙国际刑事法院 审理与美军相关的案子 甚至呢制裁法院相关人员 因为呢华盛顿比谁都清楚 他们指挥的军队手上 沾了多少战乱国家平民的鲜血